還有愛情的感人的故事 再加上裡面又有很多搞笑的橋段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非常的好看 所以大家可以 現在應該 內地應該已經下檔了 大家可以去就是 關注一下 可能之後會出DVD可以看一下 那裡面我也唱了宣傳曲 就是我們都在等待 那裡面的MV也剪了 阿嬤夢中情人的一些橋段 所以大家也可以聽聽看 小姐 先生 你沒事吧 叫做 跟藍正龍合作 就是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沒有很好 因為就覺得這個男生怎麼這麼冷酷 然後感覺很難相處 那後來就是開始拍片的時候 就發現她其實都還蠻多地方都蠻可愛的 然後人也很親切 然後也很搞笑 又很好相處 那在戲裡面呢就是 會把那個 對男主角的那種 感覺投射在她身上 所以跟她演戲是還蠻容易入戲的 還蠻欣賞藍正龍的 平常工作很忙 我其實都是靠健身 因為健身其實 可以讓自己在工作上面精神狀態會比較好 因為比較有體力 然後又可以健身啊 可以讓就是吃東西可以不容易變胖 所以我還蠻推薦健身 因為健身是一個非常好的減肥方法 別讓我的眼淚落在你面前 我在你心中 已沒有 我平常呢是不太會畫畫我自己寫字 然後小時候的美術課呢都不是很好 但是呢我可以 就是我可以就是用我印象看過的東西 可以把它畫出來 就是還畫的會蠻像 但是如果要我用創意的話 就會很醜 對 所以 對畫畫其實是沒有天分的 專輯後面呢 因為現在有接那個 電視劇 然後在 就是現在還在拍 那之後呢就是希望 就是可以透過電視去 可以跟內地的朋友見面 那這部片叫做 愛情急診室 那如果想要知道 詳細的 戲裡面的事的話 也可以上網查一查喔 在你心中 已沒有愛的感覺 不能再想念 在過去一切美好的世界